Hello, 大家晚上好 今天也是做家常菜 不要太複雜 紅燒魚、煎鋒魚大家都吃過了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稍為變化一點點的菜式 就是麵糞 麵糞 普寧豆腐炆黃花魚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材料 薑片 多少 看看你自己 我喜歡吃薑 薑多一點 然後 兩三粒三四粒的原子蒜 蔥白 青蔥的部分 用來醬味點絕用 我們要用的麵糞 甜麵糞醬 就是這個 因為有在這裏 我盡快用完它 因為我本身不是用這隻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用本港的一些細廠的 一些牌子 就好味一點 不過這個也不差 起碼好過那個XX記 說真的 好過XX記的黃豆醬 因為XX記現在推出的不是 是純正的廣東的甜麵糞 而是 它會遷就國內的口味 變成黃豆醬 有一點點分別的 但是 如果大家喜歡吃哪種 大家也會喜歡 OK 好了 首先就是 介紹材料 就是 這個普寧豆腐 為什麼我最近用多了普寧豆腐呢 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街市 因為人流各樣的原因 就越來越少店舖 就剩下一檔的豆腐檔 它經常為了要 不要賣 賣不完 它經常都很少的 它就賣多了 這個是 普寧豆腐 普寧豆腐有什麼特色呢 大家看到它表面就像豆乾那樣的 厚身 但其實它的心 是滑豆腐來的 而且普寧豆腐它可以放得久的 譬如說我現在這樣買回來 就這樣帶著它 然後放下 這個不是急凍格 普通的保鮮格 就是普通的雪櫃的任何一格 除了急凍之外 可以放三、四、五日 甚至是整個星期都可以 如果你想它放得久一點 就放一點點水 然後浸著它 然後用一盒子放起它 就可以放久一點 起碼這個東西 因為它放得久 變成我今天 我看到有就買了回來 可能說三、四天之後才吃 都沒有問題 它的特點我再說一次 它就有 這個 豆乾的表面 是硬身的皮 但是它的心 就好像 滑豆腐一樣 而且因為它 比較硬 表皮的保護性比較高 所以就很難是 你在 運送的過程裡面 弄壞它 而且另一個特點是什麼 儲存其長 譬如說我平時用的包子 今天 即是現在就比較天涼 十幾度 可以放久一點 三天也沒問題 但是 如果是夏天的話 最多讓你放一日 到兩日 就已經不行了 然後我們普通的 板豆腐 即是那些 一板一板的 糯豆腐 切出來的 即是你要買的時候 切出來的 那些 通常是弄壞的 你要自己備個盒 這件事 就告訴你 其實三種豆腐 都是滑豆腐來的 但是因應我們不同的要求 以及 我們不同的局限 比如好像我那樣 我們村 街市越來越小 越來越少東西買 然後 那沒辦法 那就買 這一期我就用多了 普通豆腐 但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寧願用包仔豆腐的 因為包仔豆腐的皮 都不算硬 中中定定 我要 製作不同的菜式 那個花款就多很多 但是這個普通豆腐 除了蚊之外 你蒸都未必是那麼適合 OK 行不行 沒辦法 生活的人 OK 社會在變化 我們就要不斷適應 然後 黃花魚 這一次 我就大手筆一些 因為明天我就打算不煮飯 我買了兩條 每條大概是十兩重 黃花魚大家都知道 亦都是經常吃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接下來 是怎樣配合普通豆腐去做 OK 那我們 做之前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各位觀眾記不記得 當然 清洗完就要做什麼 除聲大法 是不是 雖然黃花魚 它的腥味不是很重 但是其實 都有一些腥的 所以我們就要做那個 是 除聲大法 大家看到 我洗海鮮 我一定是拿大水沖的 講過很多次 拿水沖 其實 並 不比 就是你換水 用的水量為高 但是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就可以更快地去 沖走那個污漬 沖一下肚子 用手指擦一下 它裡面有些白色的膜 那麼 那個白色的膜 我們就要拿走它 這個我們都不要了 這個魚撲 雖然很好吃 然後它有浸膜的 我們就撕走它 雖然都很好吃 懂得吃的 一定是很好吃 但是 為免 有些人就忍受不了 腥味 所以我要清潔得 它比較 比較是 徹底一點 所以我撕走它 大家看到 我這樣拿手劣 越劣 劣到 那個手感 是會 最後尾 是很爽的 那個表面 那就是說 那條魚就乾淨了 它表面那些 散 全部去掉 洗菌也沒有 那我就撕走它的膜 這樣 就會沒有那麼腥 有些人就會保留 視乎大家 看看是否喜歡吃 接著用手 搓一下肚子 這裡 它有時候 清潔得不是那麼乾淨 有魚肝在這裡 魚肝 有些人又忍受不了 腥味 所以我又拿走它 然後撕走 不過 我這樣撕 大家要小心 雖然說 黃花魚 沒有那麼多刺 但是 貝旗也有兩條刺 千萬不要 很相反方向去撕它 是從頭撕到下尾 那就不用怕 那條刺 就會貼到它 即是會慘到手 兩條魚搞定了 我就不用說 一定要那些水很乾淨 因為我先頭 大家看到我 很勤力地去 去 去 抹它 去抹它 去擦它 現在很乾淨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製作 那個 是 除腥大法 在製作這個除腥大法之前 我們就要先 先是 抹乾它 我們用這個 廚紙 吸乾水 雖然 它不算是很濕 但是刀是會有水的 大家看到 我經常擺刀 為什麼要這樣擺呢? 我就可以在面上擺魚 我也不怕 我也不怕 是 會是 戒傷了手 大家看到 我要很努力地去擦它 就連它那個 即是 它中間 那個脊骨的 魚血 都擦出來 大家看到了 這樣 這樣就可以 最大限度 去減低它的腥味 都是那句 廚紙 不怕什麼的 每個人入慣廚的都知道 廚紙就不怕浪費 為什麼 我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經常放一把刀 我不收回它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們工作上有些局限的 譬如說 我現在這樣 我做完魚 之後 我還要切其他的東西 切豆腐 如果我放一把刀 放在刀架 我是不是要擦乾身呢? 即是 你不擦乾身的刀 然後放在刀架 其實就會更加多細菌 是不是? 所以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每一個工序 或者是我們養成一些 工作上的習慣 入廚上的習慣 其實就完全是基於 你的廚房 擺設 或者那個局限 OK 行不行?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所以很多東西 你要因地制熱 每個人的廚房都不一樣 還有我這把刀 我買這些刀都很貴的 還有我買的時候 我會是衡量 我這個刀柄其實是很輕的 不比刀身重的 所以我這樣凸出來 不用怕頭重腳輕會掉落地 大家看看 我雖然用了很多紙 但是這樣擦都還是很多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一擠它有多少 這些是腥味的來源 所以我們一定要 即是那個脊 脊骨的位置 那些魚血 我們一定要全部拿出來 即是盡努力 就算拿不出來 都拿了大部份 OK 搞定 接著之後 我們就 在這裡 條魚 這樣放 接著之後 我們就開始 這個脊鱔帶花 首先 我們就要 加鹽 鹽這個階段 我們多加一點也不怕 因為待會我們會洗乾淨 幾分鐘而已 鹽 接著之後 胡椒 跟著 然後走 跟著之後 我們就 用手 在它的表面 搓一下它 這裡也是一樣的 我們就盡量從魚頭那裡摸下去 因為這個位置是有刺的 雖然它很細條 也不像其他海魚那樣 會那麼慘手 但是也是痛的 所以我們為了要 讓它不要那麼多意外 不要慘了手 所以我們一定要 盡量從魚頭那裡 抹下去 魚尾 OK 那我們就 搓一下它 好 這邊又搓一下它 肚子又要搓一下它 即是有些鹽在這裡 好 基本上搞定了 我們就放著它大概5分鐘左右 5分鐘之後 我們再開機 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進一步清洗它 經過這個部分之後 我們就可以 相對 即是相對地 就可以是 最大限度的 去除掉它的聲音 這個時候 我就處理這兩個豆腐了 處理豆腐就很簡單的 首先都是開水沖它 然後 拿手擦一下 那麼 放心擦一下 因為這個普通豆腐 它表面就很硬的 好了 然後 看著 為什麼我不收起刀呢 因為我要再用 然後一半 然後 跟著之後 我們呢 兩刀 然後一刀 大家看到 就以為 就是我這個 就是 好鬼的牙煙 但其實是不牙煙的 為什麼呢 記住啊 我們用刀 直上直下 就不會戒傷手的 但是如果我們一拖刀呢 我都說過很多次的了 是不是 A4子都可以 令到大家 是戒損手的 而且呢 做慣office的 朋友呢 觀眾呢 就一定是這句說話 就非常之有感慨 非常之有同感 那所有的豆腐呢 切開了 就這樣了 OK 行不行 那待會兒 我做完了 五分鐘之後呢 即是幾分鐘啦 現在就 幾分鐘之後呢 我再開機跟大家分享 怎樣進一步去清理那條魚呀 那 可能呢 大家會說 喂 你真是很複雜的 明明簡單一點 喂 我現在說的是 我做完這 這裏之後呢 我的魚是一點都不腥的 不吃魚的人 都照吃的 但是 他就可以吃到 黃花魚特有的什麼 綿滑 是不是 是不是 滑淨 是不是 滑漏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步驟是不少得了的 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專業 即是專業廚房呢 要看他到底做 手工好不好呢 煎魚 煎魚就誰人都懂 也都很容易掌握 但是令到條魚 我們所謂的叫做 專業廚房叫做什麼 除腥 即是壓制的腥味 他做得好的話呢 做得好不好呢 就是顯出廚師的功夫了 OK 好嗎 待會見 好了 五分鐘就過了 大家看看 鮮頭就沒什麼水 大家看到我磨來磨 都磨不出水 其實我就是想要些水 但是經過五分鐘之後 他就出水 這些水呢 就是他表面大聲的水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倒下去 然後就沖乾淨 記住這個過程 一定要沖乾淨 然後他就沖乾淨 不像红衫、石斑那麽多次 但也要小心 用手从头捏到它落尾 捏到它感觉很清爽 基本上可以了 我现在的水 水的份量等于大家换一次水 即是两盆水 所以用大水冲有它的好处 也不是大家想像浪费水 接着我们将鱼吸干水 这个过程虽然我做了徐生带法 但是水依然是带有腥味的 所以我们尽量在煎之前 就会吸干一些 而且在煎之前 我们尽量将鱼身的水 尽量吸干的话 煎的时候会更加煎得漂亮 大家看看 我用鱼 即是煎鱼的时候 用的 这个厨子就很多 但是其实我用完一卷 都是一包TEMPO纸巾的价钱 所以大家不用怕用太多纸 就不要沦饰了 大家看看 还有血丝 所以肚子要用心去擦干它 现在的鱼非常清爽 相对 这样就完成了 接着下一个鱼就直接煎鱼了 稍微休息一下 让它晾干 可以吗 等待会见 好了 现在准备烧一烧锅 首先我们先煎豆腐 这些豆腐要煎的 不过呢 煎豆腐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是 放两只鱼 或者一只鱼 为什么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做过的 我不管它 先烧锅 放一只鱼 一只或者两只鱼都可以的 喜欢吃就用两只鱼 如果纯粹是做过效果的话 我们只需要一只鱼就够了 接着就大火烧锅 建烟下油 接着拌均匀 再建烟 收小火 就不用大火的 稍微降一降温 煎的时候就不用大火的 这个 普宁豆腐它有个好处呢 就是相对地它就没有那么多水的 这些我们就全部沸泡下去 那些水 小心啊 不要沸泡水下去啊 好 那不用理会它的 我现在就打蛋了 就把蛋黄和蛋白完全在一起啊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豆腐我都要摆一摆它啦 那豆腐呢就尽量煎它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底啊 就是它里面的鱼 那边那一层呢就碰到啊 就是碰到锅底啊 好了 接着之后呢 我们呢就倒些蛋下去 在那个面那里倒 慢慢煎 不用理它啊 那些蛋呢 那些蛋呢煎香少少都不怕的 OK 那现在呢就可以拿一个锅铲呢 就向着那个锅 稍微煎一煎 就是铲一铲它 记住那个用力呢 就是那个锅铲呢 用力是对着那只锅啊 那现在的豆腐就 反得很漂亮啦 那就不要黏底啊 接着之后我们就反转这豆腐啦 那这样煎豆腐呢 就可以呢 既是可以为那个豆腐增香啊 同时间呢 亦都可以令到豆腐 没有那么黏底 还有煎得比较好一点的 那那大家可以见到啦 那这些豆腐呢 就煎得很漂亮啊 那现在都是 属于是中小火那种 就不是大火的 那需要一些时间啦 没得慢的 那大家可以看着这个镜头啦 那大家可以看着这个镜头啦 看看这个特质的变化啦 跟着之后 现在呢 就可以开大火啦 那一开大火呢 记住要快手一点点啊 就不要太过慢啊 否則很容易焦底 大家看到鑊底很乾淨 看到豆腐嗎? 現在給大家看看是不是很甘香 現在一直都是大火的 但是我們要拿隻鑊 拿隻手要拿高一點去晾一下 這樣機器可以減短時間 同時間就可以是 令到它不要那麼快焦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大家不夠力去晾鑊 唯有用小火慢慢煎 我現在關小火 因為我的手也不夠力 好,差不多了 現在繼續燒鑊 所以就叫大家不要太大火 如果大火的話就要快一點 不夠力的話就要慢火慢慢煎 我純粹是因為趕時間 好了,燒紅鑊 這個時候我就煎魚了 因為我鮮頭已經燒了一隻鑊 現在我就不需要 依足程序 不過那條魚呢 都是有一點點水 因為放了一會兒 就算我們抹乾它 因為我們用鹽醃過 它都會有水滲出來 那我們繼續 煎魚呢 就... 弄乾它吧 那我現在呢 煎魚呢 就繼續是小火的 然後呢 我們稍微呢 就拿些油呢 就要拌勻那條魚 那條魚 大家看一下 我燒鑊燒得好的話 背足口缺的話呢 那條魚呢 現在已經可以是 自由油水了 在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是 稍微 蓋上鑊蓋 留一點點辣 然後然後呢 三分鐘 然後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是 打個汁底 拌個汁底 那這個汁底呢 就很簡單的 稍微半斤鹽 不用多的 因為多呢 你都會是... 待會我們還要加甜麵糞的 OK 糖呢 就加兩斤 跟著之後 生抽就加一茶匙 就加一茶匙 一點點的雞粉 跟著胡椒碎 胡椒碎 其實就不用 因為我們煎丸的時候要的 要加的 跟著麻油 跟著 然後呢 跟著然後呢 蠔油 豬油 豬油 那 也是 都是什麼呢 都是加一斤 呀 一茶匙 OK 跟著 然後 少少的 老抽 好,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下那个酱去那边 这里了,下那个酱 大概下多少呢 两茶匙左右 已经很咸了,不要下那么多 那我这里看到没有了,因为要下水 那所以呢,我就不要浪费一下,一于 全部下进去 跟着之后,最后就下这个生粉 一茶匙就够了 跟着之后,这个混合它 等下呢,就作为这个 作为这个汁,打芡 好 那尽量呢,那些生粉 大家见到呢,它是刨了面 因为我迟了下 这样呢,就 尽量呢,就要搞到它沉底 OK 那这个时候,这鱼都差不多了 好 跟着之后呢,我们呢,稍微 好 跟着之后呢,我们呢,稍微 每一边 每一边,大概十几二十秒 我们就要换一换 不然就很快焦了,OK 这个时候,不要这么快 这么心急呢,就去 铲起它,要是,为什么呢 你一心急铲起它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你铲起它呢 它就一定会散的 那,黄花鱼就有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鱼都是的 那,虽然它现在 又有一点点黏底了 为什么呢,因为它熬不动 它 它出的水比较多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要再 开大火了 慢慢收回火 否则它就会焦了 那依然 不要这么心急 因为你看那些油 看到的,它很多水 现在呢,我现在呢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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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用一隻國產稍微試一試它 輕輕試一試它 有一個位置是黏住的 在肚子的位置 現在可以了 現在來了鑊 現在那些油相對清了 那我就可以是反魚 OK 都尚算可以 一樣我現在就把那些油 拌勻整條魚 好 跟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再蓋上鑊蓋 就給它三分鐘的時間 又是三分鐘 OK 三分鐘 混蛋見 好了 三分鐘響了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就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是 開大火 開大火 跟著然後呢 撒些胡椒碎 這樣就可以令到它呢 更加香口 還有呢 等到它呢 就不用說 那麼 那麼 腥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開始要揹揹了 搧點酒 OK OK 我擔心它 擔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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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拿些油 好啊 那我們就可以逐樣東西放了 將薑片 先下那個薑片 爆一爆它 爆出那個香味了 跟著之後 下蒜頭 那些蒜頭呢 開始呢 出蒜味了 就有那個 苦皮椒 苦皮啊 跟著之後 再加上那個蔥頭 跟著 將那些豆腐 放回去 擰一擰它 等它呢 就吸了那些味 啊 那等下呢 我們燜出來的豆腐 就會特別香的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 將這個醬 放下去 然後再加一點點水 那水呢 可以加到上去呢 就是 100ml 那就稍微煮一下 那些豆腐 那麼就剩它了 那很快的 因為我加了生粉下去呢 那水呢 就可以再多一點點都不怕 那就視乎大家吧 那那些水呢 再加上去呢 先不要过豆腐面 刚刚浸到豆腐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盖锅盖 先将这个豆腐煮大概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两分钟之后见了 好了,两分钟又响了 基本上现在还有很多汁 不过待会煮它就没有了 好了,大家看看,我煎这条鱼 OK,这样呢,我们就放下去 将它慢慢,将那些汁啊,豆腐啊 就扯上来,等它呢,就见一下 即是等它呢,那条鱼呢,就吸多些汁啊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将那些汁呢,就放上条鱼那里啊 好,跟着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将那些葱呢,就全部放下来 多些都不怕啊,那呢,然后呢,然后我们上锅盖 大概焗它呢,就一分钟左右,那就OK的啦 待会见一下啊 好了,现在呢,就差不多一分钟啦 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有少少黏锅底的,是的,没错啦 好,那这个水呢,就收得差不多啦,那就收得火啦 就是这么简单啦 跟着之后呢,我们呢,就将这个鱼呢,就放上去啊 因为黄花鱼呢,它本身呢,就很软熟的,OK 那所以呢,我们呢,就不需要呢,说认真呢,去煮它很久的 那我可能呢,给它一分钟呢,都嫌多啊 那,根据这个专业厨房的说法啊,那我这个呢,其实就不合格的 要是为什么豆腐烂了啊,那但是呢,我们家厨呢,最重要呢 就是要那个味道啊,那我煮了那么久呢,变成那些豆腐呢,就一定是很,就是 好,好,好入味啊,OK 那所以,为什么先头豪,怎么说呢 可能大家呢,会觉得,哇,这里你下的汁呢,下这么多水的 其实呢,我煮那么久呢,它都收得很快的,OK 那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那些汁呢,已经进入了那些鱼啊 啊,进入了那些豆腐那里的了 那,大家可能会问,咦,喂,Leo,为什么你最近煮那么多鱼呢 因为呢,我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 经过悉心照料之后呢,我老婆出了业呢 现在应该是个半月了 那呢,她终于可以吃饭了 但是呢,她吃饭当中呢,就不可以吃得那么硬的东西了 那所以呢,我就煮多了鱼啊 那些鱼肉呢,对它来说,康复也非常之有帮助的,OK 那,这个鱼呢,那个卖相呢,就... 就是,影真一样的了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呢,是非常非常之惹味的 那,不妨大家跟着做,就是试一下吧 那,程序上呢,就可能呢,就会繁复了一点点 不过呢,这个味道呢,就绝对不需要质疑的 第一,这个是,这个鱼呢,应该怎么说呢 我这个调味呢,就...其实呢,就已经是几十年的调味了 基本上呢,就不会过,不会太过咸的 那,唯一呢,今天呢,可能会有咸的呢 就是因为我下了酱,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第一,那第二呢,大家看到呢,我煎鱼 记住,煎鱼呢,就一定不可以心急 你一扯,一扯它呢,即是一急,一心急呢 你一扯它呢,那条鱼就会烂的了 大家都会见到,今天呢,我是非常之小心啊 那,第二样东西呢,今天呢,我加了这个煎豆腐下去 那,那,为什么我会下蛋去煎豆腐呢 其实呢,它无论是那个口感啊,以及呢 是那个食味啊,它又和这个是职业 职业餐厅呢,它那个炸豆腐 是非常之相似的,就是那些什么 红烧豆腐啊,或者是豆腐斑腩啊,豆腐火腩啊 那些,那我之前,两,差不多两年之前呢 其实我都做过的,那如果当年,如果大家呢 是跟着我做的那个火腩豆腐是家庭式的 是家序式的一个做法 大家说,是不是很像餐厅的做法呢 但是我不需要炸的哦 就是这样,拿蛋去煎,那就OK的了,行不行 都是同样的啊,无论我们煎豆腐也好 还是煎鱼也好,记住千万不要心急 还有什么呢,一定要背足口诀 大家见到我煎的那条鱼,煎得非常之漂亮 但是呢,我当然是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这条鱼呢,这样出来的出品呢 就不错了一点,我知道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啦 因为家厨那里呢,就做不到 专业厨房那种的效果 有些东西是真的做不到就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我那条鱼呢,就比较小啊 那就变了呢,相对地呢,它就没有那么灵活了 煎这些那么大型的东西呢,就没有那么灵活 那这个是非箭之罪 但是,都是那句说话 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呢,这个呢 是绝对送饭神器来的 好吗,那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OK,行不行 好了,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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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